大家好 升旗而得讀 今天是2023年9月23日 今天是星期六 我是各位的節目主持 我是Johnny Fox 我們這一節繼續跟大家研究香港的經濟問題 事源 大Masa之一 這個 雖然 行籠不算是四大地產商 但是也是大Masa 這個陳啟宗 更加 曾經成為香港的特首 背後的人 這個就是梁振英 行籠的老闆 陳啟宗就出來跟你說 大爆事實 出來跟大家說 說香港的樓市 很明顯因為這個移民潮 而變得疲弱 這件事就是軍政府 香港這個真的叫做軍政府 因為全部就是一班警察控制 香港的警察政府 就是跟你說 沒事的 別唱衰香港 更加多 香港的商界 這些 真的說得 白一點 越來越大粒的人 頂不順 要出來大叫 證明香港真的差到一個地步 就是大Masa 也隨時頂不住 我們昨天跟大家揭露過 四叔 不是行籠 恆基地產 的四叔李兆基 四叔 江湖全民就是因為兩位公子 掌管了這個行籍之後就是出事 因為老臣子 早幾年 真的叫做 中國大陸 強國崛起上身 就跟你說 低息環境啊 不借錢做生意 就是不懂做生意 成功煽動了 兩位公子 大規模 借錢 用天價買了兩幅就地皮和項目回來 幾乎 被項目是沒頂啊 那就一語成岔了 不過呢 不是不借錢那句 是不懂做生意那句 一語成岔的岔字就是應驗 這一節我們繼續詳細講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 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記得一共三個頻道 好 大家記得最重要是打開我們 現在星期二日報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敬請大家記得幫忙支持 這是免費的模式 如果不是 搞一下搞一下 就只是 更加多的節目被迫要變成收費節目 到最終 聽鐘 都會受害 所以請大家不要論息了 你要做的非常之少 只是幾個動作就已經完成了 就是用你的 Mouse 又制打開節目清單 一說已經做了 你是沒有任何理由 其實是不做的 快點記得幫忙 你嫌許吵的 就記得把音量收拾 甚至乎可以調教到變成零 請各位運用智慧 提醒大家不要忘記 你需要運用智慧 用智慧去執行這件事 有很多朋友就經常想我多說法律問題 當然有時事牽涉的時候 我盡量會說 但是請大家不要忘記 你認識香港的法律也好 英國的法律也好 普通法也好 你不要忘記 你是要明白原理 以及 是怎樣運用智慧 去迴避陷阱 不是走法律 不是死背的條例 死背的條例是沒有意思的 人是生的 生意是生的 你的頭腦是靈活的 你要認識時事 你想聽法律問題 不是因為你想成為律師 你是想 去認識那件事 用回你的智慧 去處理問題 不至於 踩到陷阱 因為我沒有可能 變成了教大家 變成法律系學生 這個也一定不是聽眾的目標 所以不要忘記要用腦筋 如果你不用腦筋 再講更加多的例子 案例 和法律給你聽 又或者其他事情 經濟問題 都沒有用的 有很多人喜歡看新聞 你就變了等於把 幾份報紙 scan了在電腦上 然後就把它按save 記下 如果你完全 不消化 任何的東西 你看了很多新聞 是沒有用的 各位 我們回到陳啟宗 話分兩頭 政治的立場 當然我們大家一定不相同 這個部分我相信 絕大多數的聽眾都明白了 這個也不需要多說 放下這個問題 陳啟宗 算不算現在是說老實話呢 很客觀地說 他現在是說老實話 因為其實現在 香港那個商家 是受害得最厲害 他們是忍不住一定要出聲 不單止他們受害 而且他們其實一直以來 陳啟宗說話我看了很多次 其實他們一直以來的立場 都沒有改變過 他覺得香港是被那些官僚 是玩死的 當然包括現在的香港政府 因為一直以來 雖然這個 陳啟宗 曾經做過梁振英 背後的老闆 但是 其實你也看不到 他有很大程度 去干預當時的梁振英政府 的政治問題 陳啟宗也行籠 在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也有很多的投資 全部是 是捉招的 因為中國大陸的地方政府 絕對不會有面子給你的 港商上來做生意就是糾菜 陳啟宗也有說過很多說話 是跟香港人作戰 包括 叫香港人要學普通話 我們就是中國人 知如此類 總之一大堆 香港有這個叫做國安法 國安法的框框就不用說了 國安法的框框當時 陳啟宗出來演說的時候 就說你要適應這個 新的框架 你適應到框架的話 就沒有問題的 香港可以繼續發展 要在一個大方向 找到香港 自己的定位 不好意思 我們對這個說法 同意了一半 當然 有很多 從來都沒有參與政治的人 當然 可以叫做重新適應 國安法的框框 但是國安法的框框 跟這個金剛圈差不多 他變大 縮小的程度 是無限小和無限大的 所以 你要適應一個根本沒有任何準則 的所謂框框 根本沒有意思 當框框可以任意變大和收細的時候 其實有框框跟沒有框框 是沒有分別 我講的是你量度位的時候 我講的是量度位是量不到的 不是說他不酷你 你肯定被他固定的 那樣都沒有的 你再去說英國美國有國家安全法也沒有意思 跟你同一個名字 都不代表是同一件事 就算我改名字 我叫李嘉誠 也沒有用的 所以 香港的國安法 你改名字 叫做國安法 說跟別人一樣 那就不代表 你真的跟別人一樣的 這個那麼簡單的概念 就算大Masa也會膽敢 照跟你犯上 相同錯誤 現在眼下的情況 所有的 經濟利益幾乎都被 現在最愚笨的香港政府 消滅 再加上 大量的人就是移民 離開 經濟脆弱就不再說 樓市更加 簡直叫做一去不返 現在你還要大規模 容許這個按揭的乘數提升 其實到最終 香港如果因為你再不斷地把槓桿提升 令到 樓市暫時停止在下跌 其實到最終 要爆煲的時候 即是97金融風暴 就是因為高槓桿 如果槓桿再提升 其實 要爆煲的時候 也是一樣要回頭 回頭 現在香港更加也出來說 是叫做系統性轉變 這個我們同意 又或者應該這麼說 是根本性發生變化 根本現在的狀況 不是你說不面對就不面對的 有很多 在香港 也不知道是藍還是黃 現在也不算黃藍了 有很多人叫你不要發負面消息 不發負面消息 你就不用面對了嗎 這種心態就是以前支持政府的人 叫你不要說那麼多負面的 以前你就叫人家不要說 現在 都被你抓了 什麼立場新聞 蘋果日報全部都被掩蓋了 又怎樣呢 你們的經濟什麼時候變好 根本 到現在你都還不面對 問題在你身上 到底你什麼時候才願意面對自己呢 賴完美國 賴英國 賴完英國 賴黑暴 賴完黑暴也不知道你賴什麼 再賴日本 日本核廢水也被你賴了 到底你什麼時候願意 改變自己呀 是不是 我們這個節目其實有很多藍絲聽 其實我們一直都不介意 所以 很坦白問一個問題 你什麼時候願意面對自己的問題 你永遠都不願意面對 你沒有可能改變 不要說賺不賺錢 每個人都想說賺完這桶金我就走的 每個人都說沉船之前 我要戒塊木板我就走的 我不貪心的 你不貪心 你身邊有人貪心 你打算戒塊木板 你旁邊的人打劫你 其實這種狀況 就是叫做沉淪 沉淪 未必是那麼快到沉沒 沉沒也會發生 不過現在就是繼續沉淪 你們最佳的辦法 就是面對自己 只有你自己知道 所以有很多藍絲 選擇面對現實 其實他們就是 劈頭第一個 就去申請BNO Visa 就去了移民 其實這樣的 香港人 有很多 好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